学校开学为了帮助学生收心准备课业 台中加商今年是找来升学成期优异的20位毕业学长姐返校 来分享学习心得以及大考的准备策略 透过分享自身经验来鼓励学弟妹开发潜能 并且先订定目标多跟师长沟通 才有助大考的准备方向 台中加商赞 毕业学长姐开心的秀出录取学校准备迎接崭新的大学生活 而他们这天也特别返回台中加商 要和学弟妹分享学习心得以及大考的准备策略 这一年下来你真的会遇到很多挫折 然后这些学姐们都有经历过了 然后就是加油你们一定可以的 台中加商会给你最好的资源 录取政大金融 成大会计还有中央经济 然后最后因为个人家庭然后也有兴趣的原因 所以选择了政大金融学系 因为你不知道你做的那些题目在什么时候会用到 然后还有就是我觉得最重要就是不要给自己很大的压力 因为高中三年其实最后冲刺的时间很漫长 那你一定要把握好你自己的步伐 然后一步一步往前 然后会有好成果的 没有确定要赌来可是已经确定要跨考了 然后听完学长接了分享之后 就是可以更好的去面对每一次考试 然后可以好好的利用学校的现有的资源去应付 台中加商今年在四季二专统一入学测验中 600分以上的高达116人 其中包含多名全国榜首 是全国技术型高中平均第一 学生除了大多录取台湾科大 高雄科大等学校 更有不少人是透过多元管道入学 录取政大 成大 中山大学等顶尖大学 毕业的学生有500多位当中 有400多位录取了国立的大学 所以录取率非常的高 那也看到我们所有的同学 透过三年来的学习历程的一个累积 在老师的指导之下 他们除了技能很优质以外 他们透过他们多元入学的管道 每个人都可以录取自己心中的第一自愿 校方表示今年一共有400多人 录取国立大学技专院校 透过世新发展 让学生不但能学习到专业技能 也在升学和各项竞赛中滤创夹击 记者张伟玲 台中采访报导